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灸门诊里 有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实习生 高挺的鼻梁 深凹的眼窝 一脸落腮糊 最近成为了来往患者们关注的焦点 这位外国蒙叔名叫伊万 过完中国农历的春节 这位蒙叔就44岁了 作为学生而言 伊万的年纪有些偏大 他原本在匈牙利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美食评论记者 由于近年来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 伊万决定转行 在匈牙利 一些华人开设的中医诊所 近年来逐渐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 这让伊万萌生了来中国学习中医的想法 我本来是记者 我决定了我想学中医的时候 就开始学中文 然后学中文的时候 必须认识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林生 我小的时候 我对中国的电影很感兴趣 我特别喜欢无数的电影 对对对 李小龙 李小龙就是我的小孩的时候 我的英雄 2014年 中匈两国在匈牙利共同建立了 中国中东欧中医药中心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被指定为该中心的中方执行单位 这也使得伊万能够有机会来到中国 开始系统学习 针灸推拿等中医特色疗法 对于这个远道而来的洋学生 他的实习指导老师针灸医科主任赵军 给他的评价是认真刻苦 伊万对我们中医文化了解的非常多 中医学得非常好 而且很有幽默感 所以他跟患者沟通起来是非常快的 患者也都很喜欢他 你像患者每天早上来 跟患者他们都要互相打招呼 患者起针的时候都喜欢喊伊万来起针 伊万在工作当中是很严谨的 每天早上来的都很早 而且他对患者服务都是很细致 很周到的 得到患者赞扬 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实习期间 伊万成为了患者们信任的朋友 流利的汉语让他和患者们交流起来 没有任何障碍 伊万告诉对者 要想成为合格的中医 临床经验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能够来到这里进行民床实习 他很珍惜 要当中医的时候 到中国上临床实习必须的 因为得到临床经验这边比较好 病人多 可以得到临床经验也很丰富 伊万告诉记者他在中国已经度过了三个春节 中国的文化他特别喜欢 他先后在青岛学习中文 在南京学习中医理论 这次是在哈尔滨进行最后的临床实习阶段 在六月份实习期结束后 他就要返回匈牙利了 回国以后打算开诊所 在欧洲在熊亚里没有中医医院 只有每个人自己开的诊所 所以想当个中医生的时候 肯定要开自己的诊所